本节目由牛拜网赞助播出 翻译都有点蹩脚 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拜登的年龄将成为2024总统大选当中的一个躲不过的问题 这个我们在今日话题当中谈过 但是为什么要再谈呢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因为他上个礼拜四 在美国的一个空军学院做演讲的时候 不小心 以头抢地 衰老 突然之间 变成了两个阵营的 大的话题 什么叫两个阵营 一个是他的阵营 就是说哎呀 那是不小心啊 地上有沙袋啊 等等解释啊 然后就什么人都会下跃啊 十岁的人也会摔啊 二十岁的人也会摔啊 别拿这个做文章 但是反过来呢 在保守派的阵营当中 这个事情在社交媒体上 首先这个视频就已经疯传了 然后在社交媒体上面呢 大肆的 就这种报道 就是撑不住了 这个人路都走不了了 你看看啊 然后有的人呢 还专门把拜登啊 就是走路 那种好像很僵硬的这些视频啊 各种各样的这个视频集中在一起 放在一起 而且拜登交真的没少摔啊 我没记错的话 至少摔过四次 因为他们这种人是生活在聚光灯下的 对不对 你摔跤 你在白宫的卧室里摔跤 没人看得见 可是你在外面 任何地方 你一出现 完蛋了 各种摄像机啊 什么都是跟着 所以 这是他躲不过的 那么这个文章里面就提到了 所谓的两个拜登这个问题 什么叫两个拜登呢 一个就是说呢 他去年冬天的时候 那时候呢 他在亚洲啊 在进行一些访问 那凌晨三点的时候呢 被电话给叫醒了 当时他的助理了 这没办法 该叫你就得叫 你出了大事了 为什么呢 因为俄罗斯的一枚导弹呢 可能是就是物飞吧 或者是怎么样了哈 偏离了轨道 就落到波兰去了 那波兰 是北约国家 波兰和俄罗斯 并没有开战 可是这个导弹 在波兰一爆炸的话 会不会就使得 北约加入 一场世界大战 即将到来 所以呢 在接到这通电话以后 他三点钟起床 然后开始 打各种电话 给北约秘书长啊 给波兰总统啊 给他的顾问啊 就哗啦哗啦 大家就在 网上开会啊 就处理危机 那等于是这个呢 就化解了这危机 但是 这是一个拜登 这是 这一面的拜登 但另一面呢 就是 几个礼拜以前吧 他去参加一个活动 什么活动呢 我们知道在美国 有这样一个活动 就是把孩子带到 你上班的地方去 这个活动 很多公司呢 也响应 就是在这一天 把孩子带来 看看爸妈是 在什么情况下工作的 那么白宫也不例外 弄一帮孩子来 结果呢 他 露了一个 他的 年老的问题 他想不起来 他的 孙子辈的这些人的 他已经想不起来名字啊 或者是怎么回事 这个时候也有人挺缺德的 就问他 说的 你最后一次去访问的那个国家 是哪个国家呀 哎呦 愣了 说不出来 然后又有人问他说你 以前好像说过 有一个电影你特别喜欢 你最喜欢看的那电影叫什么名字 一片空白 没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人们就觉得 他呀 可能这个 大脑有老化的迹象 那我们听一个访问啊 你听一听美国这个记者 是多么的 直接了当 问他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个 500强的公司 会请一个82岁的人 或者80多岁的人 做他们的执行长 请问你 拜登先生 为什么你觉得 你可以担任 世界上 这个 最重要的 这个工作 首先 别的先不说啊 就听他 这段讲话呀 我们叫做 有个 挺好玩的说 叫满嘴里跑舌头 就是 关键是你 把他的讲话 和刚刚那个 犀利的女主持人的 这个 发音之清晰之对比呢 就听出来 他的这个 讲话有点 声音 也不够 振奋 同时呢 比较含糊 他当然 他就说啊 这可以解释啊 因为 我有智慧 因为我比 绝大多数的人 在这方面都会有经验 因为我办事有效力 等等 这都是一些官方的解释了 对此呢 他的团队啊 认真地研究了 80年代的 Ronald Reagan 怎么对待这个问题 Ronald Reagan呢 在当时 是美国历史上 年龄最大的 还不到80岁 79吧 是这么一个情况 当时已经 人们开始质疑 说你 这个年龄 还能治理国家吗 当时在竞选的时候呢 他和卡特的 副总统 蒙代尔 进行辩论 辩论 蒙代尔呢 也要代表民主党 竞选总统 Reagan呢 是代表共和党 当时就 你听一听 当时这个记者 是怎么问Ronald Reagan的 他的回答 变成了美国历史上 面对年龄问题的 最经典的回答 就 用幽默的方式 然后 之前没有 之后 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幽默 能够超越这个 我知道很多人听过 我们节目里也放过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 要跟大家放一下 关于年龄这个问题 先听一下记者 怎么问的 对不起 是这一段 是这一段 Mr.President I want to raise an issue that I think has been lurking out there for two or three weeks and cast it specifically in national security terms You already are the oldest president in history and some of your staff say you were tired after your most recent encounter with Mr. Mr. Mondale I recall yet that President Kennedy had to go for days and with very little sleep during the Cuba missile crisis is there any doubt in your mind that you would be able to function in such circumstances wow 他说你现在已经是美国历史上最老的总统了吗 那这个应该就是他选连任了 他说对于一个总统来说 有我们听到一些报道 说你跟蒙代尔有的时候就变断以后 你会觉得很疲倦 你知道吗 当时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 Kennedy的总统 好几天没睡觉 这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接下来就是这意思 你别把置国家安全于不顾啊 那么这时候我们老总统啊 not at all Mr.Trewitt and I and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also I will not make age an issue of this campaign I am not going to exploit for political purposes my opponent's youth and inexperience 我必须让大家听这个笑声 好 他就是说 对不起啊 我绝对这个年龄没问题 同时我也不会出于政治目的 拿我的竞选的对手的年轻和没有经验 做文章 不要把年龄问题作为一个东西 哇 我再说一遍 不要把我对手的年轻和没有经验 出于政治的目的来进行做文章 太棒的一个回答了 稍等我们再看看 对于拜登的年龄啊 在民意当中 在最新的民调当中 有些什么反应 美国历史已经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特殊的阶段 就是 他的人民呢 在 提心吊胆的 看着 接下来的 总统大选 因为2024年的总统大选 如果看到现在的民调 大家知道呢 至少如果没有大的意外的话 在共和党的阵营里面应该是川普会胜出 就是在初选的时候 因为他的民调要高出排在第二的那个人将近一倍 尽管他现在官司缠身 有各种各样的麻烦 但是没有意外的话 他应该是出来 他只比拜登小四岁而已 刚才我给大家播放的那段录音啊 我现在给稍微更正一下 是1984年 雷根在选连任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他是73岁 不是79岁 就等于比拜登小了将近十岁 那个时候就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老的总统 国家安全的问题 核武器的问题掌握在他手里 已经引发了民众的大的担忧 现在这人是82岁 他要选 他如果选上的话 他86岁就退 从第二届 这个对于民众来说 无疑像是一场赌注 那有人说 那川普怎么 别看川普只比拜登小四岁 但是他的健康啊 也没好到哪去 因为他的体重呢 是244磅 这个体重的比例啊 就是跟他的身高的比例呢 这个在美国的医学界 认为是obese 这个就是肥胖 而且川普的饮食呢 他特别的不注意 他是喜欢吃牛排 喜欢吃汉堡 而且他跟拜登有一点不一样 他不喜欢愿动 不喜欢锻炼 我们很少看到他跑步啊 什么骑自行车啊 什么之类的 而拜登呢是五天 每天早上起来 必定要健身 他家里有一个固定的自行车 放在房间里面 在他的那个白宫里面 同时他也在户外啊 骑车啊什么之类的 而且呢 他吃沙拉 吃三明治 他不怎么吃这种 特别肉啊 大鱼大肉这种东西 而且他不喝酒 但不管怎么说呢 老百姓很焦虑 也就是大概上个礼拜吧 华尔街有一个很有钱的人 他是一个民主党的支持者 也是民主党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捐款人 他呢 开了一个捐款的这么一个餐会 请来的都是什么人呢 请来的是已经离任的 就是前民主党的参议员和州长 这些人都是拜登这个年龄的人 大家在餐桌上呢 就在聊 关于募款啊 关于怎么组织 接下来的选举啊 这些话题 结果发现 无一例外 在场的所有的人 都同意 一致认为 说他不应该选 不是别的 就是这个年龄的问题 这个迹象 就不太妙 然后再看民调 路透社 刚刚做的民调 一个是川普 一个是拜登 不问别的 就问年龄 结果71%的人 这个里面没有什么民主党共和党 就71%的人 受调的人认为 拜登的年龄 不适合再做总统 只有73%的人认为这样 只有51%的人认为 川普的 咱们不说别的 就说是年龄 是不适合做总统的 所以你看 就是当一个事情 作为一个话题 而且是在全国范围内 被讨论的时候 你就知道它是一件事情 而且这个事情 是一个很躲不过的事情 它是一个提心吊胆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上礼拜四 拜登摔了一跤 下礼拜五会是怎么样 还早的呢 还有离2024年 这个过程当中 他的其他的状况 身体状况怎么样 对于川普也是这样 现在他看着熊焦焦气昂昂的 但是有一些 私下里的人说 他有一些迹象 也显出来老化 而这是一个自然的 一个人当他年龄 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他行步一定是缓慢 他的思维一定是 不如以前更敏锐 他的听力 他的势力 所有的这一切 都会伴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开始 他的功能进行减退 可是我们现在谈论的 却是一个 在一个非常重大的国际时刻 要领导这个国家 所以这个问题 在2024年的选举当中 还有得谈呢 谢谢大家